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无线七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超子恒 今晚的主要新闻有 整场的黑暴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方言的共同体 新任警务处处长肖宅怡说 近年社会充斥假新闻、假消息、荼毒年轻人 也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 我的经验已经不是纸上谈兵 李家超说在政府工作多年 希望团结公务员 确保各项政策全面有效 政府说如果疫苗接种率提高 可以有条件再放宽防疫限制 中南山也预计 内地和香港下个月可以有限度恢复通关 新任警务处处长肖宅怡说 近年社会充斥假新闻、假消息影响年轻人的价值观 批评由法律学者和前议员在背后推波助澜 又说会令到市民明白警察的初心是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警务处处长肖宅怡做了警队一哥之后第一次开记者会 她提到过去一两年社会充斥假新闻、假消息 也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 整场的黑暴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谎言的共同体 逐步呈现是证实了这些是一些错误的讯息 包括是831地铁死人、新屋嶺、强奸事件等等 至一个极端例子 其实有一名女的年轻人回到来的时候 跟我们讲 即是直接给了一个避孕套给我们的同事 就告诉我的同事听 你如果要强奸我 你就要戴回这个避孕套 大家可以想象 所有这些假新闻、假消息 对于一些年轻人的荼毒有多深 一些法律的学者 甚至乎有法律基本知识 有法律知识的前立法会议员 他们经常都在说什么违法达议 还有有这个刑事记录 会令人生更精彩 更加去说 若有需要的时候 用一些暴力是可以去解决问题 这些所有这些说法 是一些卑劣的说法 直接影响很多年轻人 他又不认同警民关系撕裂 只不过在黑暴期间 他们不敢走出来公开支持我们 当然我也明白到 确实也有市民仍然是敌对我们的警察 我很绝对相信 假以时日会更多的市民 明白到我们做警察的初心 其实我们最主要 希望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前年元朗721事件 蕭泽宜时任行动处处长 她说警方内部一直有检逃 我相信很多人对于元朗721事件 都是耿耿于怀 我同意在元朗721事件当中 其实我们的行动是和很多市民的期望 是会有落差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去向前看 上任处长邓炳强被形容为鹰派作风 招集而说警方不分派别 对任何犯法的人都会写而不捨 将罪犯承之于法 报线电视记者 邓文康报道 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 他的目标是团结公务员 并确保各项的政策全面有效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说 各个官员都是为社会服务 不应该区分文官或武官 李家超第一次以政务司司长身份 出席公开活动之后说 上任后已经和上任秘书长开会 讨论接下来的工作 强调有信心团结公务员为政府效力 我希望我会努力去调整个目标 就是去建立我们大概18万公务员的 一个团结的团队 这个团结的团队 它有各自的专业 有各自的经验 它会各施自己的长处 亦都会互补不足 他主动回应外界对他出任司长的質疑 他说在政府工作44年 对政府的认识和了解 不会比其他公务员少 在过去的协调和统筹工作里面 我们讲求的是一些实际经验 我的经验已经不是指上谈兵的 每个局长他应该都在自己的政策范围 是最专业最熟悉的 政务司司长的责任是确保他制定的政策 是全面和有效 政务司司长是将来候选人资格審查委员会成员之一 李家超说合资的候选人条件 包括要真诚拥护基本法 不容许有人假装 同样来自警队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官员都是为社会服务 他说任内会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做好预备工作 无线电视机者郭永恩报道 全体下本港新增两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初步确诊少过5宗 政府说如果疫苗接种率提高 可以有条件再放宽限制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就预计 内地和香港下个月可以有限度恢复通关 新增两宗输入确诊个案 分别在一个星期四由英国抵港 没有病征的18岁女人 同星期二由俄罗斯抵港的45岁男船员 两人都验出L452R变异病毒株 至于早前一个机场男地勤 感染Delta变异病毒株 和之前三宗印尼输入个案 基因排序吻合 当局至今为超过3万人做检测 全部呈阴性 仍然在追查传播链 政府说机场把关一直严谨 当局也不断评估其他国家地区的风险 并为应对第五波疫情做好准备 呼吁市民接种疫苗 可以更加有条件去做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时 最近香港没有出现社区传播 疫情控制得比较好 9月30日起本港居民只要打齐疫苗满14日 并验到有抗体由外地高中风险地区 或者台湾回香港 检疫期缩短到7日 或当局认可的抗体测试机构有20间 包括私家医院和化验所 由市民自费 并从静默抽水血液做血清测试 结果3个月有效 其中荃湾港安医院收费600元 要求进行测试的人士 过去21日没来港 过去14日 未有与怀疑或确诊者有密切接触 最快大约3个小时有结果 另一间营可化验机构说 3个月前已增测抗体测试机器 化验只需大约2、3小时 估计第二天可以取得测试报告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宜接受测试 已有发烧或任何含糧发炎等 不建议它来 因为发炎或发烧的过程 可能它都有抗体 我们就想它完整了 即是没有病的时候 再来看 我们就可以正确知道 它产生的抗体 是否一个COVID-19疫苗后的中独抗体 他预计初期每天最多可以发现300个样本 之后再逐步增加 母线电视机者陈美斯报道 邮轮公海游最快下个月底出发 筹办的两间邮轮公司 其中一间因应当局收紧印尼和英国等等 来香港的检疫措施要延迟启航 打齐疫苗的市民可以参加邮轮公海游 两间邮轮公司原本都计划下个月30日起启航 但有代理逃票的旅行社说 收到皇家加勒比邮轮通知 下个月30日至8月29日的预订都要取消 皇家加勒比邮轮说 邮轮已经抵达香港水域准备复航工作 包括安排船员由世界各地来香港检疫和接种疫苗 但当局不断调整入境政策 包括近日禁止印尼航班来香港 由英国来香港的隔离期也延长去到21日 原定下个月底出发的船次要取消 另一间办公海游的星梦游轮云顶梦号月初已经抵港 仍然停泊在南亚岛西南水域 大概400个船员在船上检疫21日 来近星期三完成 下个月中也会接种第二剂疫苗 星梦游轮说 另外几百个由海外来香港的船员 来香港之前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 可以如期在下个月30日启航 无线电视记者先知报道 港铁团马线全线明天正式通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持通车仪式的时候 希望透过发展铁路等项目 开发更多可以建屋的土地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港铁主席欧阳百权 和行政总裁金材培等人陪同之下 参观港铁土瓜环站 并试驶列车 由土瓜环站搭一个站到宋皇台站 这个是新的设计 之后在宋皇台站主持通车仪式 1、2、3 希望发展包括铁路在内的项目 开发更多可建屋的土地 其中我们会加紧落实北环线 以释放北区完善土地的发展潜力 增加土地和房屋的供应 并改善新界东和新界西之间的运输连接 林郑月娥亦都为宋皇台站工程期间发现的宋元文物揭幕 屯马线全线明天正式通车 首日特别班列车将会在明早早5点50分 在宋皇台站开出 港铁行政总裁今集培说 港铁和承办商已经准备就绪 期望顺利通车 红磡新月台开通那天 西铁线有一架列车是有些事故 是和新的线的设备是无关的 但是当然我们有数二十万计的基件组合系统 纸系统等等 是要无逢这样运作 就算以我们这个世界级的可靠性 都可能会有一些初期有些磨合的问题 当然我们会是尽快的处理 屯马线全线开通之后 沿途也会接驳另外四条重铁线 预计可以分担荃湾线 观塘线和东铁线的人流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报道 屯马线全线通车之后 九龙城区的居民出门就多一个选择 不过区内的小巴和巴士服务 因应客量减少 以面临改度减少班次甚至是取消 这部27M专线小巴 接驳乐民新村和旺角港铁站 是不少土瓜环居民转搭铁路的搏脚 有了铁路直达多区之后 可能会抢走不少的小巴客 究竟能不能跟港铁竞争呢 我们由土瓜环站出发 看看去旺角车程究竟要多久 我们来到旺角 大约就需要16分钟 搭小巴有一个好处 就是肯定有位置坐 但是等小巴所需要的时间 和路面的交通状况 就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逃过环踏港铁去到旺角 要转线一次 车程大约12分钟 仍然比小巴快一点 票价是5.6分钟 比小巴7.4分钟要便宜 繁忙时间铁路班次也更加密 小巴营办商预计 日后会少了四成的客人 研究着变陈 我们其实早一年前 和政府已经在夹着 譬如线路如何改造 或者是如何可以令它快一点 去到他们想去的地方 可能改一两个路口 变成可能快一点 会直接到太子那边 铁路接通了 九龙城区里面 多条的巴士线也要减班 这四条正在研究取消 预计半年之后实施 班次又梳了 去半个小时才一班 我不会乘的 如果有地铁就 望到颈都长 都没有车的 所以有点担心 等车等得久了 还有选择少了 有议员建议通车一年之后 才重组区内的巴士线 给居民有充分时间适应 始终土瓜岩区都是老区 都是长者比较多 以11号为例 其实他们都是去到佐敦 其实很多居民都是搭这条线 去QE 医院那里 如果巴士这条线取消了的话 居民就可能要在土瓜岩站上车 然后去到荷文田站再转车 去到油麻地站再转车 然后才可以去佐敦再转小巴 其实都比较迂回一点 黄施署就说会在屯马线全线开通之后 密切监察和新铁路重叠的巴士和小巴线 按照实际乘客的需求 适时调整有关的服务 母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回到新闻时间先看中国新闻 内地新冠疫苗接种量超过11亿剂次 打疫苗的人数超过6亿3千万 接种率超过四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三说 最常用的国产新冠疫苗 对Delta变异病毒株有效 呼吁大家应该接种 广州连续一个星期没有本地个案 所有中风险地区清零 全市只是静低雷湾区和白云区的指定区域 列为低风险地区 近期广州和深圳都出现本地个案 患者带有Delta变异病毒株 钟南三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时认为 深圳疫情还未能有效控制 需要高度警惕病毒向外扩散 至于广州疫情已经受控 我们国家对应对Delta变异 他提到以往内地对密切接触者的定义 是感染者发病前两天的家人 供处的同事以及一米内一起用线的人 随着感染Delta变异病毒株的人体内病毒载量高 密切接触者概念要更生去到发病前四天 在同一个空间 同一个单位 同一所建筑的人 并分级制定相应的封闭管理措施 目前新冠疫苗接种量超过11亿剂次 打疫苗的人数超过6亿3千万 接种率超过4成 钟南山认为内地要8成以上人群接种 才能建立群体免疫 而最常用的国产新冠疫苗科兴 国药和中科院研发的疫苗 对Delta变异病毒株都有效 呼吁大家应该接种 在北京为了筹备中共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 天岸门一带在今明两日会举行第二轮预演 天岸门广场里 树立起1921至2021大型装饰 城楼对开两块大显示屏 换上显示慶祝中共建党100周年的背景 观礼台上面有工作人员正是准备 预演期间天岸门地区和相关道路 分时段实施交通管制 长岸街沿路各街口也都设置安检站 并有大量警察巡邻和驻守 而北京部分地铁站也都会封站 天岸门附近一带在今个月初时候 已经进行慶祝大会核心要素首场演练 包括演奏活动流程集结疏伤 组织医护救护 消防应急等等 湖南长山有发展商只用了一日多的时间 就组装建成楼高10层的住宅大厦 引来外界关注 起重机将一个个预先搭建好的单位组装 过程就好像砌积木一样 在上锣斯接拨水电 10层高的住宅大厦就是这样组合和装嵌 只是用了28小时45分钟就迅速建成 这座住宅位于湖南长沙 发展商说单位主要由不秀钢板建成 可以抵抗超级地震和台风 每个单位的大小和设计都和标准货柜一样 方便调运到不同地方以减低建筑成本 大厦迅速建成就连外国传媒都有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形容 是以中国速度来起楼 又说中国近期兴起组合速成屋 由于成本低相信会有市场潜力 不过大厦是否安全仍然是市民首要考虑 有内地舆论质疑建筑的安全 认为建筑速度要快之余 亦要注重质素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瑜报道 河南商丘市借成员有武馆火警 造成18死的事故 原委书记和镇长被免职 借成员远商镇一家武馆昨天起火 导致宿生在内等18人死亡 初步调查说武馆是专民自行搭建的房屋 在未经办理消防审核等手续之下 违规建设成为武术培训机构 原委书记和镇长被免职 武馆创办人等三人被公安拘捕 回来新闻时间 事件局行政总监委志诚认为 政府未来有适当机会的时候 可以考虑发展交易公园边垂地 本港一地难求 去年度防委会公屋落成量 只有六千多个单位 是十年最低 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早前建议 在大南交野公园边垂土地 兴建大约二万五千个居屋单位 只是需要大约七十公顶的土地 在预留附近大约三点六公顶土地 兴建老人院 事件局行政总监委志诚认为 个人对发展交野公园边垂地 持开放态度 最初画交易公园界线的时候 又不是真的用一个很科学的方法 也都没有做过生态的普查等等 特别是交易公园边垂的地方 如果假山市民是去不了的 市民享用不了 如果假山它也没有什么生态价值 这块地我觉得其实是浪费了 我觉得在适合的机会 是需要考虑一下 是否可以将它作为其他的用途 包括为发展的用途 委志诚认说 事件局已经完成研究油麻地 旺角等地区规划 将会保留街道和文化特色 例如整合当中超过市城的街道 并且与不同发展商商讨讨 透过调整住宅和商业比例等 重建旧区 无线电视记者刘杰玲报道 社民连等三个团体 就申请举办七一游行 与警方会面 整个会议里面 警方的关注点 包括我们的人手 包括我们的路线安排 包括我们的行车安排等等 其实我们都基本上 满足到警方的提问 所以我们觉得整体来说 警方应该是 我们有个合理期望 希望警方是尽快 批出一个不反对的通知书 团体说游行由维园到政府总部 预计有1万人参加 会安排大约100个狗策维持秩序 强调会确保游行人士 符合私人限聚令等等的防疫要求 新民主同盟宣布即日起解散 新民主同盟说 过去两年香港社会面对急剧的变化 政治环境大不如前 而随着国安法实施 有前成员入獄 公职人员也都要宣誓等等 一国两制下新政治制度来临 令到各成员因为不同的考量选择退出或者离开 经会议讨论之后 获全体成员确认即日起解散 新民主同盟2010年成立 主要由一批民主党前成员组成 创党成员立法会前议员范国威 因为涉及民主派初选案正被扣押 他5月已经宣布退党 内地月球探测器常额5号 带回地球的部分月球土壤 明天起在《湾仔会展》公开展出 这个水晶球成在的就是月球土壤 它覆盖在月球表面 不含任何有机养分 非常干燥 是常额5号探测器 去年12月成功将2公斤重的月球土壤 带回地球的一部分 除了月球土壤 还有常额5号模型 超过300张图片 近100件实物等 展览在《湾仔会展》举行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持 揭幕仪式时说 国家航天科学家团队访问团 带来部分月球土壤 首次在港公开展出 被市民一同分享国家航天事业成就 展览会在星期日至下个月9号举行 有兴趣参与的市民 需要先在网上预约 无线电视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